以美妙歌声和纯白羽毛文明 长怪巴哥是巴黎岛特有鸟类 却被人类寄于 猎捕饭兽沦为龙中鸟 早在27年前 就是极度兵为物种 到了2001年 更只剩6只活在野外 保育一刻不能等 圈养繁殖是必要手段 经济与保育的权益之际 一旦饲养业者获得政府的许可 还能保留9成做私人销售 剩下一成则也放 富裕有成 现在有420只长冠巴哥 在国家公园生活 并常对游客唱歌 大爱新闻 陈彦荣编译